那么之前的两天课呢 我们一直学习的呢 都是关于命令模式里面的一系列的操作 那么命令模式的操作呢 我们需要掌握以上这几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其他模式了 那么在看入其他模式之前呢 我们先要去了解个东西 就是关于各个模式之间的一个切换 那么这个呢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因为你一旦切换方式切换错了 可能会对这个文件产生一点的影响 模式间的相互切换 因为之前这个命令模式呢 你只要会打开文件就能进去 所以谈不了什么切换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其他模式 那肯定得先看切换 所以把这个切换放在这个中间 那么怎么去切换 特别是我们这个命令模式 怎么切换到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末行模式呢 因此呢 我们先看一下一张图吧 这个图呢 画的有点丑 但是不妨碍我们看 我把这个图给它拿过来 来看一下 那么打开一个文件 是不是通过中端打开 所以中端打开文件到这个地方了 有同学一看到这个箭头就头疼 到这来打开这个文件了 那么打开文件 由于命令模式是默认模式 所以是不是会进入它 对吧 进入它之后 那么由于命令模式 它是默认模式 那最后呢 如果说我不想 操作这个文件 那是不是可以退出来啊 那么退出来 再回来嘛 是不是又回到中端了呀 所以这个回合 先弄明白 然后就是命令模式 除了命令模式之外 我们还有两模式 一个叫默认模式 一个叫编辑模式 那么现在我们后面要看的呢 其实是默认模式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命令模式和默认模式之间 怎么切换 现在呢 我们在哪个模式下 命令模式下 是不是啊 那我要往默认模式切 这张怎么写的呀 说输入英文的一个冒号 就可以进入默认模式了 好 来试一下 冒号 是不是最后一行了 这个时候你再按上下键移动光标 你看还那么动 动是动 但是是动的文件内容吗 不是吧 动来动去 是不是还在这一行 动来动去还在这一行 所以这个最后一行 我们称之为叫尾行 或者说默行 也就是这个名字 是怎么来的 因为是最后一行 所以称之为叫默行模式 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成功的进入到这个模式里面来了 然后后面的话 那能进来 那么就得出去 怎么出去呢 出去的方式有三种 一种是按一下ESC 另外一种是按两下ESC 还有一种就是 三族默行模式中的全部命令 好 那么先按一下一下看看 观察一下 看一下这个时间 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慢 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按了ESC 现在我开始按了 大概需要有1.5秒左右的反应时间 然后那我按两下 按一下按两下的区别在于 按一下他要等待一会儿 按两下是立即 当你第二下按完之后 立即就退出去了 当然如果你两下按的慢的话 你可能按两下还没有第一下拍 要连按两下 这个就快速退出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假设我这里面本身有命令了 好 那除了按ESC还怎么办 直到把这个冒号也散掉 它就出来了 所以三个方式 你用哪一个都可以 三个方式用哪一个都可以 都行 没有什么强制性要求 如果你觉得 我就想按一下这个ESC图方便 按一下 然后我宁愿等个1.5秒 行 那你用第一个 如果你不想等 那就连按两下 那还有一种就是 当你这里面的命令本身不多的时候 只有一个冒号的时候 然后我想退出 你把冒号删掉就行了 三个用哪个都行 这是这边的进入和退出方式 进入的时候有冒号 退出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冒号了 这是这边的操作 然后后面这块的话 咱先不倒计看 等咱看到编辑模式的时候 再看右边 先不看到 这是这两个模式间的切换 一个命令模式 一个末行模式 他俩之间的切换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末行模式 末行模式的 它的一个操作 进入方式 进入方式呢 在图里面 那么写的很清楚了 进入方式的时候 注意这个线 我们打开的是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可以进入这边 也可以进入这边 但是我这里面 有没有画哪个线 说这两个是互通的呀 没有吧 所以进入方式 肯定是由命令模式进入 由命令模式进入 然后呢 按下 按下我们的这个英文的冒号 即可 即可进入啊 那退出的话 退出方式 退出方式三种 任选一个 第一个 按一下 ESC 按下 ESC 按一次就行了 ESC 然后第二下 第二个呢 是 两按两下 两按两次 ESC 键 两个 第三个就是 删除 末行 全部的输入字符 就把这里面东西全删掉 那也行 三个 任选一个 那么这里面的话 用哪一个就看你的习惯了 三个都可以 不是说哪个对哪个错 都一样的 这是怎么进去 那么进去之后 这里面有哪一些操作 就是它相关的一个操作命令 需要我们去掌握的呢 那么看一下这边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到是黄色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看绿色的了 绿色的有 关闭文件 搜索 替换和保存 这样我们先把关闭文件和保存 这两个先看一下 按照我们正常使用文件的顺序 如果你不想用文件了 是不是应该先保存呢 再关闭呀 那么这样 我们先看这个保存 第一个 保存操作 保存操作 那么保存操作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输入个东西 输入就是要输入的一个是 这么个内容 引号 我给你引起来 要不然和前面这个冒号 有点感觉冲突 冒号 W 这个是保存操作 它的作用呢 就是保存文件 保存文件 那么除了这个 除了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Windows下 打开文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除了有保存 还有个东西 对 还有另存 另存有没有呢 这里面也有另存 另存 大家用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在VM中 W 空格 路径 空格 路径 这个就是另存操作 这个空格呢 一个啊 为了为了方便 大家看的比较明显一点 写了两个空格 这样更开一点 空格 路径 那这个路径呢 可以是相对路径 也可以是绝对路径 因为咱也没有具体说 什么路径 可以相对 可以绝对 如果是相对 它就会在当前的工作路径下 创建这个文件 那如果是别的路径 好 那就是别的路径下 创建这个文件 它的作用呢 是另存为 另存为 这两个操作 那么这两个操作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当前这个文件 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吧 已经有了 所以呢 我按下冒号 加上这个W 注意是消息的W 这明显很大写的 消息的W 然后按下回车 你看那是什么提示 已写入 已写入就表示 你的文件已经保存了 已写入就已经保存了 那这个W怎么去记 比较好一点呢 这个W我们这么来记 WRIT 他说已写入嘛 那写不就是write吗 那不是W开头的吗 这么记的话 可能要好一点啊 叫write 然后第二个呢 叫另存 另存的话 那么可以试一下 当前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叫passwd啊 对吧 行 那我现在另存一个 冒号w 空格 我另存到当前目录下 起个名字 叫password 这个时候真的是password 这个时候真的是password了 注意和刚才有什么不同 文件名片了吧 多了个东西 多了个新 多了个新是表示 它以新文件的方式进存 是新文件 所以是另存嘛 那么去验证一下 看这个文件 有没有 看看这个文件 有没有 那如果想验证 那么是不是得出去啊 是不是得出去 哎 那从后面的话 就是第二个就是退出了 啊 退出 退出呢 这个单词呢 叫quit q他 q他 或者q他都行 嗯 输入很简单 输入就是 冒号q 冒号q 哎 冒号q 然后呢 按一下回车 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命令 都是要需要按回车的啊 不是输入之后就有这个效果的啊 需要按回车的啊 输入这些命令 按一下回车 它的作用呢 就是退出文件 退出文件 当然这个顺序 千万不要搞到了啊 我们一般都是先保存 再退出 是不是啊 你不能先退出 再保存啊 这做不到的啊 先保存 再退出 我们刚才已经保存了吧 先让它退出 冒号q 出来了 然后验证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有吧 哎 叫password password 行 那么这个操作 OK 没问题 啊 是可以进行另存的 哎 这是第 二个操作 退出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又想偷懒 我又不想先保存再退出 我能不能一起做呢 哎 能 第三个啊 第三个 第三个要说的就是 保存并退出 并退出啊 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这两个操作呢 哎 一起来进行 那怎么输入 那怎么输入 我们需要输的就是 这个和我们前面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杠又杠L 然后呢 又杠A LS杠L 是吧 然后呢 又杠A 那后面就是 Ls杠L A 是吧 就把它合在一起写吧 是吧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这边要写的话呢 就是冒号 WQ 冒号WQ 它表达的含义就是 先保存文件 再 退出文件 保存 并且呢 退出 啊 这是两个合体来写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第四个要说的就是 强制的问题 强制的问题啊 有些时候呢 改完这个文件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刚才改了这个文件 写了这个笔记了 然后我关闭的时候 它告诉我说 我们这个文件已经改了 哎 现在我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 保存 第二个 不保存 第三个 取消 那当我点保存的时候 会怎么样 保存并且退出 不就相当于是 WQ吗 那如果点不保存呢 是不是就直接退出了呀 刚才编的东西还有吗 就没有了 那点取消呢 继续编辑是吧 哎 行 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强制 其实就相当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不保存 就是我想退出了 刚才改的 我不想改了 我想退出了 哎 就是强制了 那么强制怎么强制 强制的话 它有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 碳号 英文碳号啊 改的号 怎么出入 常见的输入方式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方式 输入一 输入一呢 是冒号 Q 碳号 表示强制退出 刚才做的操作 不保存 表示强制退出啊 强制退出 刚才做的 哎 修改 操作 哎 不做保存 哎 不做 保存 哎 那问题来了啊 有没有这么一个命令啊 比如说 漫号 WQ 碳号 你如果非得想这么写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没有意义 你都保存了 然后你退出 这是合法退出啊 是吧 你加个碳号干嘛呀 是吧 有这个命令 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所以不这么写 咱一般不这么写啊 这个命令就不要记了啊 别到时候这么写 这就有点搞笑了 哎 行 那么 跟保存和退出相关的命令呢 哎 一共有四个 W表示 write写 Q表示 quid退出 啊 然后WQ表示 保存并退出 就是把它合起来了 Q 碳号 表示 强制退出 之前做的操作 不做保存 哎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 这个 保存了吗 这就关了 应该是保存了啊 应该是保存了啊 嗯 应该是保存了 啊 应该是保存了啊 哎 保存了 还好顺手 按来空中码下色 行啊 这是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 第五个呢 这个呢 属于扩展的一个介绍 大家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这个呢 如果记不住就不用记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去调用一下 外部程序 外部程序 或者外部命令吧 这是干嘛的呢 了解一下啊 嗯 那比如说刚才呢 我们在看这个 进入这个文件之后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哎 是不是做了一个保存呢 是吧 做了保存 然后我是不是要看 或者说另存呢 另存的时候 比如说另存 哎 SSS.TXT 变存之后 我是不是想出去看 有没有这个SSS啊 哎 那知道是不是要退出啊 那现在我不想退出 怎么办呢 那假设我们刚才在看这个 看这个保存的时候 我并没有讲到Q啊 那如果说我想退出 那我还是先去讲Q 然后才能退出 是不是 那如果我不退出呢 有没有办法去看呢 哎 同时说再打开 再打开终端 这个好方法啊 的确是好方法 但是呢 太麻烦了 你打开终端之后 还得再说命令 太麻烦了啊 怎么办 继续冒号 探号 探号啊 输入个探号 哎 然后呢 在这里面输入一个 LS 看看效果啊 出来了吗 是不是出来了 就是他会临时 把这个本身的文档内容 先给你隐藏掉 然后执行你刚才输入的这个LS 这个LS 是我们编辑器里面的命令 还是外面的命令 外面的命令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外部命令 外部命令 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按一下 enter或者其他命令继续 继续干嘛 继续编辑文件 那我这个时候文件退出来了吗 不是没退出吗 对吧 所以这种方式呢 我们称之为叫 在VRM里面 调用外部命令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语法格式 输入 输入呢 就是在这里面呢 我们 输入一个探号 所以这个探号呢 一个是表示强制 还有个表示 他能够调用外部命令 那具体就得看 你这个探号放什么地方了 那么这里面的话 探号后面紧接着就是 外部命令 冒号 探号 然后呢 就是外部的命令 外部命令 有同学说 探号 那么探号VRM 再打下文件呢 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用VRM 同时打下多个文件呢 是吧 所以就放不着了啊 那么这里面呢 之前的命令很多 比如说 我们之前呢 有这个什么 套牌啊 然后呢 其他的一些 LS LA啊 都能执行 后面也可以加路径 都是OK的 是吧 然后按一下回车 或者其他键 再回去就是了 比较方便的一个东西啊 那个情况下 你没有 没有 没有仔细的看他的东西吗 按下回车 或其他命令 就是你按任意键 再回去 任意键 除了你按关机键啊 除了按关机键 其他的你按哪个键 都再回去了 按空格他也回去了啊 所以不管按哪个键 他就回去了 所以输不了其他命令 一次只能执行 一个命令 除非你用管道 连着多个命令 要不然的话是实现不了的 那至于这里面的这个外部命令的输入方式呢 其实和我们在外面用命令行 输入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我们前面学的那些对命令 都可以在这里面用啊 这个呢就看需要了 也不一定用得上 只不过呢 作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功能 大家了解一下 就要用外部命令 例如 例如像我们这种情况 那么刚才那些地方呢 执行了这个就挺可以的 呃 态号 然后呢 ls-la 然后斜杠 这个方式的话 他就能按一下回车之后 他就能得到执行 那么当外部命令执行结束之后呢 按一下任意键 当外部命令执行结束之后啊 按下任意键 回到我们的VRM编辑器 来打开的内容 按下任意键啊 回到这里面那个内容 那么页面上呢 会有对应的提示 页面上会有对应的提示 看到这个提示 那就OK了 嗯 行 那么这个呢是第五个啊 第五个这个呢 作为一个了解啊 行 那么再回到我们本身啊 应该继续去讲的相关内容 那除了保存和关闭之外呢 那还有搜索和替换 还有搜索和替换 那么搜索 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搜索啊 搜索 你可以说它是查找都可以啊 这个叫什么名字 无所谓 语法格是需要呢 在这里面在末行模式里面这么来输入 这时候注意我们末行模式 刚才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图嘛 说输入这个冒号是吧 这个冒号只不过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除了冒号之外 还有其他符号 你比如说我们这时候搜索就需要用到这个符号 它就不是冒号了啊 对 它是输入斜杠 你发现斜杠是不是也进来了呀 所以这个呢 也是进入末行模式的一个方式 但这个方式一般只限于搜索 对 只限于查找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并没有列出来 因为你也要进入末行模式 不可能只是为了查找 你可能要做别的事 那么做别的事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冒号 因此这个地方写的是冒号啊 那这地方的话记一下啊 或者 或者斜杠 斜杠也可以 但是斜杠呢 它是表示的是查找 或者说搜索 比较有局限性啊 冒号比较呢 不能多一点 行 再回来 要输入这个斜杠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的关键词 你要搜 搜什么 关键词 告诉他 这语法有点类似于哪个呢 类似于我们之前讲那个打开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像他呀 斜杠关键词嘛 类似于这种形式 行 那么接下来呢 来试一下 举个例子 例如 我想呢 在这个PSWD文件中啊 来搜索 这个搜索呢 咱就避免再搜login了啊 为什么避免搜login 因为login已经高亮了 你再搜login 你看不到效果 咱搜这个Sbin吧 搜这个Sbin吧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在这里面搜索Sbin 这个关键词 搜这个关键词 那么输入的话 按照这个语法 也就是斜杠Sbin 是吧 输完之后怎么着啊 回车嘛 是吧 不要等着他 你等不到的啊 回车 哎 高亮是不是变了 之前是在Sbin 现在变了 之前在login 现在变哪去了 Sbin起来是吧 哎 行 那么 就这就完事了吗 还没替换呢啊 没着急啊 在这个还没结束呢啊 现在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搜索啊 意思呢 就是其实我们搜索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说没结束 以我们这个Windows为例啊 我在地方搜索 假设呢 我要搜这个输入 哎 他这地方是不是有个输入啊 他有15个结果呢 那下一个在哪啊 你怎么找啊 是不是按下这个键呢 哎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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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切换呢 哎 那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你不能说你搜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他在哪 我还得自己去看呢 多累啊 所以后面呢 在这个输入搜索关键词之后 我们后面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来回切换上一个和下一个搜索结果 在搜索结果中 哎 切换 上或者说下一个 结果 哎 那这个切换怎么切换呢 上一个 你只需要按一下大N 下一个与它相对的按一下小N 就可以了 哎 上一个就是大 下一个就是小 那么可以试一下啊 我现在在这个第三三行是吧 那么上一个是不是在三十二行啊 哎 我按一下大N 你看这光标的位置啊 三十二行了吧 三十一 哎 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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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往上跳了 往上走 往上走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已经查到文件头了 再从 再查的话就从结尾开始查了 对 他是循环查的啊 他是循环查的啊 这个呢 和我们windows下编辑其实也一样的 对 这是上一个 那么切换的小写就是往下 哎 上下的一个切换方式啊 大小N 进行切换 哎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搜索结果里面需要切换啊 他用的一个东西 他并不能像我们windows一样啊 说给你一个方向键你用方向键切换不是的啊 不是用方向键是用的这个大小写的这个N 那N表示什么意思呢 对 N表示N1XT表示下一个 那下一个他总不可能说下一个你还要加一个其他的字母在组成啊 他所以用大小写来区分啊 大的就表示上的小的表示下的啊 好 这个是查到啊 查到或者说搜索面 嗯 嗯 Rescue